你们可都看到了 人家唱得怎么样 有没有人敢出来应赞 音儿多高啊 唱的是腾号的 哎 行了 别说了 来吧 这我得介绍一下啊 90年代我在天津那年收了一徒弟 当年我也不大 这是我开山门的弟子 这是我徒弟里边第一个 颜云达 我们门长 人家开门弟子呢 这就负责开门的这是 人家这个 你来PK人家 我试试吧 你可听见了 人家唱的是真好啊 千万别丢人 好吗 好吗 来 给我大徒弟来这掌声鼓励一下 看一看 明天说的 我这就不yn了 我们男友商人 你给我听听听到 我只能听听到 你不能听听听听到 你看 我看 我就是 我真的想想想的 是真的 我怎么想想想嗯 大御神 宗人帮助 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在为你播放的时 有话好好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首歌确实挺难唱 刚开始进入的时候 一般很多人都会拉开架势 然后要找那种感觉 但是你很自然地就进入来了 就是这种很自然的演唱方式的话 其实是很多歌手值得学习的地方 因为只有那样的一种方式 到高潮的时候 才能够把那种激情迸发出来 这是我觉得这是优点 谢谢他 当然就是你可能舞台上唱歌的经验比较少 手啊各方面都不知道该怎么放 包括高潮的地方 你应该是这样 你是这样 就是各种这样的方式呢 找颤音 对对对 唱音一般都是这么说的 那位老师 单独唱呢绝对没问题 但是你的对手太强大了 基本上德纲咱们这边用咱们的短板 在拨人家的长板 所以呢我觉得呢 底下能不能长板破这事 得靠你努力了